Hello Hello 2018年6月26日 各位漫迷早晨 今天又來到這個不講又講系列 為什麼呢? 因為大巴說 本來世界杯期間 就做少些節目 但由於這世界杯 都幾多有趣的事件發生 所以都一直有節目做 今天就找了一位 都很久沒有上來漫迷早晨的嘉賓 對吧 Marco 喂 我是跟英國政府有些交情的 什麼意思? 說這些話 你是不是第一件事捧英格蘭 當然是 你記不記得賭神 賭神有一節 說什麼 他跟巴南亞政府有些交情 對不起 我跟英國政府有些交情 畢竟出生於80年代的人 明白明白 當時還是 女王頭 對 女王頭 對 找到Marco來 當然要講一下波 因為Marco 在萬迷早晨的初期 說真的 頭一兩位 經常跟大巴陸錄節目的萬迷 來的 所以他都很支持萬迷早晨 很多謝你 Marco 這陣子比較忙碌 所以少一點上來的節目 對 這陣子比較忙碌 對 竟然 因為很多屆都沒有試過打得很好 老實說 這陣子第一場 贏了 故自然開心 第二場 竟然的記錄是6比1 令到大巴非常開心 亦有很多萬迷跟我一起 watch along 所以非常之精彩 那 Marco 你想講一下這場波 對 首先我想講一件事 開心歸開心 始終我們對著那兩隊 都是 一線二線 已經去過三線的球隊 所以 都要 要看一下 什麼審慎樂觀那些 你用完那些字 對 要審慎一些 不可以這麼輕挑的 知不知 不過這樣 你說這件事 我固自然明白 老實說 你都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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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日子 幾個月 你都知道 我都會比較謹慎的人 但是 只能夠說 早幾屆的 無論是歐國盃 或者是世界盃 就算英格蘭對著一些 很老實 二三班的球隊 都是經常發揮得不好的 那叫做兩場 即是第一場 即是 叫緊緊熟緊勝 來到這一場 就叫做 贏得比較多些 老實說 入六球球 不過 我都好像沒有怎麼看過 英格蘭做到的 這件事 好像 對不對 都值得高興的 英格蘭入六球球 頂擁都是外圍賽 才能做到的 入過去的決賽州 沒有試過這樣的行為 是啊 三四球都很少 少啊 記不記得 整天都說找不到入球 那時候 還有 有些少少 硬性 有些少數據 就說回來 哈利簡尼成為第三位 英格蘭球員 在世界杯決賽州 連中三元 之前那兩位 包括現在廣播的 明叔阿蓮尼加 還有這個 赫斯 那個更加內 我都沒看過赫斯 踢球 他是第三位 另外有趣的資料 都關萬聯事 就是 但是呢 史東斯現在在世界杯決賽州的入球 已經多過我們的前隊長阿朗尼 史東斯入了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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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尼入了幾球呢 大家自己想了 決賽州 世界杯決賽州 世界杯決賽州 不要搞錯 朗尼好像入了一球 沒有記錯 總之史東斯入了兩球 就已經多過他 這樣 昨天拿幾年做三元 史東斯 是啊 其實昨天場球六球都少 可以還有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是 我們要分析長博 為什麼要分析這件事 非常好 首先 其實巴拿馬的上半場 就踢得好像不懂得球例 沒有人認為 沒錯 沒錯 我們當時 我們當時說 是不是在打籃球 其實好像 是啊 為什麼 我覺得 一隊在中北美洲 是不是中北美洲 沒錯 中北美洲 他是贏了 他是過了美國頭 令到美國出不了線的一隊球隊 是啊 為什麼入了決賽州 好像毫無紀律 不懂得球例 這句話 沒有理由 看來看來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真的不懂解釋 真的不懂解釋 就算是 可能死球 方面 死球方面 因為輸了那一球 為什麼 還要去 用一些無謂的 攬 撞 去摔低人 你說 連加特那一球 十二碼 都還可以說 但是 你說過第二球 第二球的十二碼 真的沒有話可說 我看過那個 慢鏡 就很簡單 真的被人 摔低了 摔得很厲害 是 是 這個 我也不懂解釋 老實說 就是 很奇怪 總之整隊球 只可以說 上半場 那五球 就真的毫無紀律 還有 就說一下 說一下 賭球的東西 昨天真的爆了 超級大難 上半場 五比零 可以二百倍 即是 如果有人買了 上半場五比零 是有二百倍 那我猜也沒有人中 就不知道 這件事 OK 不過不要緊 都是一個 真是猜不到 老實說 你所說 始終 英格蘭在決賽州 無論是歐國盃 或是世界盃 都是有入球的困難 而且 老實說 對著一些 不要說對強隊 對著一些弱隊 很多時候就老鼠拉龜 但是今次 老實說 不如說這場 都說一點 上一場 即是二比一 那場 其實都 都 驚險一點 但是其實 都是 我覺得是比 之前那一兩屆 英格蘭 是爽一點 這對球 你有過不過呢 首先 英格蘭 他最厲害就是打一些 叫做 叫做 領先的球 是 即是順境球 順境球 順境球 是的 還有今屆 很多時候 你看到一開球 就很肯去進攻 是 是的 即是說決賽州 你看到上幾屆 都是 拖著拖著 也不知道 都 進攻不到 就想打反擊 但是今年 就比較主動 我覺得 英格蘭 是 所以就 比較上有少少不同 感覺都幾清新 還有 另外一件事 就說 那個團隊來講 那個團結 就好像比以前大 因為 無論是 李奧菲迪南 或者林伯 都曾經說過 他們那個年代 真的那個球會 那個派別 都比較上 是厲害的 這一隊 英格蘭 聽聞 起碼媒體報道 就說 這個問題 就沒有 都幾團結 不過你說 又見到一些問題 是不是 想聽聽你說 你說這類波 見到一些問題 是不是 Marco 是啊 想說一下 第一個點 好 史端寧 那個位 史端寧 史端寧 他的埋門質素 真的是 他的把握能力 我們在英超 的萬成都經常見到 他由萬成帶到英格蘭島 穩定 他真的很穩定 是啊 很穩定 所以 所以 我想這個位 是不是 當初有機會 選 選一下 阿仙奴的 前中場 放下去 誰啊 有位迫克亞在 你想說誰 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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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林是打前面的 他和哈利簡尼 也不是雙箭頭的 但是他應該是 哈利簡尼後面的 幫手 是啊 偉書一下 又是英格蘭的 偉書一下 沒有在英格蘭 但是沒有入選 是啊 那我這個位 其實都有 有些 興趣 偉書一下 偉書一下 放下去會怎樣 但是 但是說真的 其實 如果比起 斯特林的話 斯特林就太好 但是如果 看回今場 開始 我覺得他又下場 應該都換走 去換下 阿里 去替他的位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第一場 就是有阿里 有斯特林 有 連加特 還有還有哈利簡尼 如果第一場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 如果 英格蘭是出了線的 但是如果 據著 比利時 的話 應該去認真 考慮 斯特林 那位 不是試試 給阿里 去試試踢 那位呢 阿里又未相 所以都不太肯定 他是不是 星期四 應該已經是 相遇 可以出場 還有 修夫基 也在賽後訪問 說了一句 他就說 星期四 最後一場 的小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已經出了線 還有他也提過 他說有些球員 可能真的需要一些 出場的時間 去保持狀態 他都已經 跟馬天尼斯 即比利時的領隊 都有少少 說了 就是說 接下來星期四 那場的比賽 都會 無論是英格蘭 也好 或者比利時也好 都會有些調動 那場 應該是 克里簡利 後面 史東斯 龍門 北福特 和 連尼加特 都應該會換 因為 連尼加特 在英格蘭這對球 的主要性 比較高 你看到 連續兩場 都被人不停 因為他沒有球 比較多 老實說 尤其是 巴林亞那場 那些後衛 像你所說 真的好像不太懂 球例 都有點亂 老實說 是的 還有英格蘭 他下半場 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 由中路分 他兩邊的球 很多時候 是拿不到的 是 我留意 他簡直是少打兩邊 很多時候兩邊 過了半場 沒多久 三集線 就想嘗試 長的直線 高球也好 地球也好 想衛比 連尼加特 拉邊是少一點 還有你看到 為何收夫機 會選艾瑞陽 介意不擺 這個 那個叫什麼 李物浦那個 年輕的那個 TAA 不是 不是 熱刺左閘 丹尼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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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正選 我見到那個問題 就是經驗不夠 很多時候的 出擊和 coupons的問題 會出現了 脫球 下半場 已經見到 那時候 下半場 就是換了他出來 今年 他本身 出場 的次數 和狀態 本身都是一般 的 如果說丹尼路斯 所以我同意你的說法 這個都是收夫機 所考慮的事情 是 是 那 說到右邊 泰亞民 那邊 好 泰亞民 應該下場 會有四個 他 換了出場 之後 都紮住了 應該有微箱 應該有微箱 是 是 試一下下場 看看收夫機 會放些什麼人 出來試一下 中公司會有機會出來打 而前鋒 我又覺得 哈利簡尼 我會收拾 看看出哪兩個 福仔 會不會出福仔 福仔 會不會出福仔 福仔下半場 直接換了變裝 是嗎 我不知道 沒有留意 是嗎 是呀 換了變裝 然後 前鋒 所以出了華迪 我想 他那一場 他見到 贏了五球 那時候 就 免得出華舒服 那 畢竟是 球隊的 後備殺手 即是 你打算 這些 不要露面那麼多 是嗎 這些秘密武器 這些不要用 雖然 很多人都知道 是 比加波 不過 不要出那麼多 這些 這是你的看法 即是說 這個真是想著 我們有 真的有這個需要 按鍵才 派他出來 是嗎 我想他那天 去到 叫做 十六強 八強 才會出 出去 看看現在 英格人怎麼走 因為 現在 似乎 走線是 有些 有些需要 因為始終 我不知道 阿根廷 即是 我不知道巴西那邊 巴西那邊 就差了 4分 下場 如果 贏了的話 巴西當然是 首名 不過如果 輸的話 還要拚 拚命 但我 巴西那邊 都會拚命 踢首名 所以英格蘭 走線 應該要贏 要贏 比利時 拿首名 其實也很尷尬 因為還有德國 同一邊 線 無論 都很難比 這兩隊都應該 很大機會 八強 無論怎樣走都好 八強都很大機會 遇到他們 那 那 當初 大家都以為 這兩隊 德國和巴西 有肯定首名 誰知道 世界盃 踢個駕 分分鐘 兩個十六強 對 應該有這個機會 如果他們 一個第一 一個第二 其實都一樣好的 我們早點打殘 先 我就這樣看 其實 英格蘭那組 不是英格蘭 整個組 英格蘭那組 就是這麼多組 最後一組 完成分組賽 星期四的晚場 的尾場 所以 其實英格蘭這一組 對比利時的一場球 踢中的時候 其他七組已經定局了 即是說 理論上這一組 是好著數的 他如果真的要走線 他就可以慢慢看來走 先算 那就是第一件事 但第二件事 我作為一個英格蘭 我估計 英格蘭的想法 都是 跟我的想法 有些相似 就是什麼呢 我聽了收夫基幾個賽後訪問 我聽他的口氣 都是說 都是想 無論怎樣都好 他都是想 拿一個小組冠軍 為什麼呢 很老實 如果站在英格蘭來說 拿到一個小組冠軍 已經算是一個 達成的 算是一個 一個肯定 先交代 沒錯 之後的事 怎樣都好 都不知道會怎樣發生 但之後才算 至少拿到小組冠軍 我自己個人看法都是一樣 就是說 這隊球 老實說 絕對明白 Marco說 根本上 對的對手 都不是那麼強 這個comment 我對於俄羅斯國家 都一樣 始終我的對手 就不是那麼強 但起碼是贏了兩場 如果拿到小組冠軍 就第一個交代 但是這隊球 有一件事 很重要 就是說有很多人 就說 未來比利時那場 是不是應該要 換完這副選 或者直接 讓賽 又說到這麼誇張 我覺得 換人 換一些小踢的人 這個絕對可以 但是你說 不去爭取贏球 我覺得英格蘭 就不會 你都知道 英格蘭 一直都有前後後 先打了 打不打到另一件事 贏不贏到你 但一定有這個心 還有 如果真的贏到 比利時 其實對於整隊球 也是一枝強心針 因為 我們都說 之前那兩場 贏就是贏了 不過對手不是那麼強 如果 在一個這麼大的比賽裏面 真的可以贏到一隊 實力比較強的球隊 雖然未必是正選 可能他們都會打出後備 贏就是贏的了 如果贏了之後 對於我們十六強 八強的信心 會比較大 當然 On the other side 另一方面 就是很多人會擔心 我的朋友都會跟我說 喂 不是的 你如果真的出賣球員 一會受傷怎麼辦 尤其是哈里簡尼 其實都很矛盾 出不出 Marco你 你出不出 因為他在增加神社手 又 我覺得不會出的了 是嗎 他會藏起來的 他們說是隊長 隊長不讓他出 那他都要給一些未踢過的人 是 去踢一下踢一下 因為始終你算了一些球員 入隊 而在球隊的利益情況下 當然是 用球隊的利益來踢先 是 你沒理由為了欠自己的個人利益 去受傷 有什麼事的話 絕對同意 因為我看過一個 聽過BBC的報道 那個主持人 我忘記了誰 跟你說的道理是相當之似 他簡直說 收夫妻應該用隊長這件事 和哈里簡尼說 四個字 大局為中 還有 首先一件事 在錦光界的世界盃 神社手 是 入了五球或以上的球員 其實 都是頭三名的 在神社手榜 那我又覺得 如果你現在拿著五球 在手裡 我當你16強 沒有什麼 都還有一兩球 入一下 是嗎 很有信心 Marco 你有 你有 你是厲害的 不用那一場去入 你 那一場 就是16強 入就入 是嗎 沒錯 尤其是這幾屆的金蝦獎 六球左右 已經差不多在叫虎了 有六球都叫虎了 差不多 雖然那邊 斯朗就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 認證 是啊 今晚還有球進 就是第三場的小組 是啊 不過 昨天 昨天說起 還沒說 其實都不用這麼說 阿克里姦尼說 我入三球 第三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入第三球 五角已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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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他和斯朗的分別 就是斯朗真的很難拚命 才有三球 他就不是 亂按來目捐捐三球 我又不能夠完全認同你 因為英格蘭球員 在同一場球 射兩球十二碼 這個壓力 大家都明白了 喜歡英格蘭的壓力 你知不知道 射那球十二碼 真是嚇死 為什麼 一射 然後阿克里姦尼還要射高波 哇 這個夠強 射高波 兩球都射高波 他還要同一個位置 兩球一模一樣 好像翻板 是啊 所以 所以 真的 我正面地看 射手 我正面地看 他是有信心的表現 這個 不過 不過 對於昨天來說 真的是嚇死 尤其是英格射 哇 你真的見過射高波 射高波 哈哈 哈哈哈哈 不過不是 即場 我昨晚watch along的時候 我都有說 我說 穩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壓力不大 那時候已經開了齋了 而且 這場球 老實說 大家都心裡有事 尤其是一踢落 那十分鐘之後 大家都明白 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第一球 都穩陣的 入了第一球之後 第二球就更簡單 因為 老實說 巴南馬都已經有點鬆鬆 雖然都繼續打Rubby 但是 他們都知道 其實這場球已經完結了 是 有一件事 是 那 今年見過 英格蘭 你見他 雖然對著球 沒有算極的對手 但是 他都有自己的好 即是 自己的 彈虎入球 就是死球方面 英格蘭做得很好 沒錯 各球已經入了三球 兩場球已經 是的 你見 他不知道 他入第四球 市公司的球 又是 來自一個佛球 Z2傳 再頂入 那球 又是一個 那球 那球就是 史達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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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 陸馬 頂上龍門 頂上龍門的手 走出來 史東斯真是聰明 他都猜到 史達寧 你頂上龍門 你頂上龍門 都是出回來的 所以我馬上收拾一隻雞 是的 那 我覺得 修虎機 如果 可能在 越強隊 找不到入球的方法 這一招 都是 對於英格人來說 是很有 辦府的入球 非常非常同意 我經常都說 剛剛過了那季 經常說萬聯 我們萬聯 就是沒有什麼 社球的辦府 根本是 入球的全員 如果你做得好 你練得多 有心思 有默契的話 英格蘭做到了 看他的樣子 是的 私底下 昨天都跟你說了 麥加亞 這一點 對於英格人來說 真的很小 是啊 Harry McGuire 這個球員 我昨天做直播 都問了 Ken 我說 這個球員來萬聯 我就覺得 因為他又夠高彈 他真的頂到球 又有進攻 是啊 我覺得 就算他轉會 暖金 暖金 暖金一通 他也算是一個很貴的球員 雜誌 我這件事就不敢說了 因為 李斯特成也挺麻煩的 你要在他手上 買個球員 真的不容易 他真的很麻煩 是啊 馬利斯現在搞的 現在搞的 還不知道 現在也不知道 反而就是 其實錯過了機會 後城降了班之後 那一刻買不到 好 給李斯特成買了他 那就 入了李斯特成之後 就麻煩了 總之這個就 說是這麼說 如果真的轉會過來 就難一點 你說 你說李斯特成 今年那個 阿尼迪迪都挺好球 我覺得 是 他打什麼 哪一隊 利亞 這個我沒有怎麼看過 不好意思 你說來聽聽 是啊 那麼 他的打法其實 真的 類似一個 阿 阿 法國那個 阿 這個原來是 是 誰是 雲利亞里的 不是 當時買他回來 是這樣說的 是打算他去代阿 簡迪的 是啊 原來是 雲利亞里買回來 留下了 他在那裡 你覺得 我現在看回 雲利亞里 選防守中場 真的有一手 當初他也買過 馬基里尼 那個人 他搞回來 沒有記錯 嗯 不過 但是在英超 就不是發揮得那麼好 相對來說 就是阿尼迪迪 是的 不過 不過 說一下 世界盃 旗下 旗下的表現 你見到 今年 其實 其實 所有球隊 除了一兩隊之外 其實 隊隊都差不多 實力接近 沒錯 提升了很多 是 亦都因爲這樣 所以你見到 巴西呀 德國隊呀 都會有和波 和舒波 甚至乎 不要說阿均廷 其實很多球隊的實力 都是拉近了很多 這個事實 我想都關於 一些 四大聯賽事 最強的球員 都在四大球賽那裡玩 我看到 尤其是 我沒有想像過 賽外加爾 賽外加爾 都有一段時間 沒踢過世界盃 看回今年 其實他們 都真的踢得不差 他們有默契 昨天 阿Ken也有跟我說 他見到賽外加爾的默契 是不錯的 所以今年 絕對不能夠 我們有機會對 因為 你明白嗎 不能夠看少 如果真的 反而我覺得 另外一隊 波瓶 出局了 已經 是啊 看我 在我 想像中 哪有劇 那麼差 有些球評 我聽過 我就不熟 說真的 莊已經知道有利文道夫斯基 一些很出名的球員 但是 始終年紀大了 而且他們 早幾年的強力 就是他們的活躍能力 活躍程度 是很有關係 始終 這群球員一起成長了 過了幾年之後 大家的活躍能力 都弱了 又沒有什麼生血 所以就造成了 今年 兩場波 就已經出局了 這個 你覺得是不是 你可能會比較熟 我就不太熟 因為 如果萬聯 現在傳 傳說 要利文道夫斯基 我覺得 是不是有必要買利文道夫斯基 我反對 我先離身 我絕對反對 所以這件事 要再想想 因為你看到 你 劇世界盃 所謂 有些 例如斯洛 真的要靠一個球員 哈利監尼這些 除了美斯之外 有利馬 你有沒有 見到 不好意思 全 全美斯 你見過他們 哈哈哈 你見過他們 人家昨天生日 你真的 前天 24號 哈哈哈 你見到他們 都是可以拯救到 對方 喂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Marco 美斯還沒發功 但我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 他是阿根廷的打外圍賽 他就是正正 最後一場 不知道入兩球 還是三球 而贏球 因為搞著搞著 另外一隊又不知道 和了球還是怎樣呢 令到他最後的 驚險地 殺入決賽州 所以 你難保 對不起 阿根廷還有機會 出勝 你難保美斯再重演 這個辦法 最後一場 不知道入兩球 還是三球 這樣贏了 然後另外一邊 又不知道怎樣打和 也好 給他出事 真的還有這個可能性 阿根廷的事情 你真是猜不到 記住啊 美斯入球要喝奶 哈哈哈 不過有趣 你說過美斯 這次 真的 喂 他有東西學斯朗 如果傳聞是真的話 他做了領隊選球員 聽聞 不知真還是假 這些真是不知真是假 看這些媒體報道 就說 辛派奧利已經失勢了 那些球員自己決定 最後那場的出場陣容 那樣 如果球員自己決定 當然是 話事權最大的 那個當然是美斯 是吧 是 不過這些 聽了就算了 都不知真是假的 這些媒體自己作都未撐 真是不知 是啊 是啊 當事話而已 看看他最後 不過 最尾那場 他真的可以起死回生 起碼出線16強 我始終 我不敢說 很有信心 但是 這個機會的確 我想 我個人現在的估計 都有四成機會 老實說 不要以為要出現局 是 好 你先趕著 因為我好像外面有人叫我 你等 好 等我先拉一下布 既然是這樣 趁現在這一刻 其實我們是早了一天錄音的 所以不如趁機報一下 各組的情況 好嗎 A組 出街的時候 應該打完三場 就決定了 我們錄音這一刻 就未決定完 但是 哪兩隊出線 就已經決定了 A組 就是俄羅斯和烏拉圭 但是哪隊拿第一 或者第二 就要看最後那場 才知道 大家看這段影片 就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們錄音的時候 就未來的 這樣 然後 回來 回來 說完B組 既然你剛剛走開的時候 我打算說一下每組的形勢 B組 亦都比較混亂一點 除了摩洛哥必然出局之外 西班牙、葡萄牙和伊朗三隊 都仍然有機會進級16強 又是那句 你們看影片的時候 已經有了結局 但是我們錄音是早日錄的 所以就未打的 B組的球 這樣 我們可以繼續 你說在這組真是慘 摩洛哥 是啊 是啊 到底這球員是黃馬的 啊 其實他的打法挺好的 他真是比較主攻型的球隊 都挺好的 有球味的 是啊 不過就真的 比起 你對著西班牙 你對著伊朗 真的贏不了 真的很慘 那沒辦法 最後一刻 一球發球 就自己搞定自己 沒有辦法 是啊 那 沒辦法 你看看 如果你在摩洛哥對著西班牙 而普通 對著伊朗 你看摩洛哥怎樣玩 其實 說真的 摩洛哥對著西班牙 但是摩洛哥是有些性格的 我剛剛都想說 我都同意這件事 我剛剛都想說這件事真的 而且 你覺不覺 摩洛哥像是那種球隊 出局之後 最後那場反而就踢得最好 他像是這隊 是啊 因為 這隊球的 其實我認真 他輸了那兩場 他真的不是輸過很噁心的 他自己的形狀 所以西班牙都很危險 你不要說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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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 就算一下德塞球率 那些 我都 不想用腦 所以我就不計 不過 西班牙 如果 如果 真的被摩洛哥搞定 的話 都有點危險 伊朗仍然是 還有些機會 因為 伊朗也拿著三分 是啊 是啊 沒有了 不過 我這段影片出場的時候 這場 打了 所以大家已經知道結果是怎樣 是啊 那 即分榜方面 就讓我看看 不如 不 我想看看你有哪幾隊 覺得值得說 我們跳來講 不用跟著 我們說一下 普巴 剛剛就是 C組的法國 是啊 你 南館谷旗 搞不搞得行 好難說 如果 你講實力來講 就一定有 但是 最後那場 都 理論上 是澳洲還有機會 是不是 理論上 我又想看 澳洲 怎樣去拿個三分 而法國 其實 應該就先出了 沒錯 沒錯 也挺大機會少了冠軍 老實 也挺大機會少了冠軍 看看 怎樣去 去對住秘魯 因為其實 秘魯又是很慘的 又是踢得不差 才輸了兩場 嗯 是啊 嗯 普巴 在這個賽事 你說他踢得很不好 他 見仁見智 只不過 我又覺得他死了好命 真是 真是 又進回球給你看 我 我上一場 看法國踢那場 對 丹麥那場 我當時有一個評論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感覺上 就很像 在看萬聯踢球一樣 因為 為什麼呢 是 散步 一來 那位球場散步 但是整個 小的都是 其實 實力來說 應該好過對方 但是 總是差一點 總是差一點 但是幸好 最後又贏得 這樣 有少少 有少少這個感覺 普巴當然 都是 不過我又想說回 普巴 都是有少少散步的嫌疑 但是 起碼在 頭兩場 我覺得他在 防務方面 都算是幫到手 還有 他都叫做 入對一球 叫做有個入攝 那一球球都算是入攝 來的 有一件事 我想說一下 普巴是扭少了球 看法國家裡 不是 我想萬聯他都會慢慢 會越來越少 我猜他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說真的 因為 其實說真的 你看回普巴幫萬聯 看得好的事 還有 很多時候的入球 都是 不需要扭球 才做得最好 如果這件事 他自己明白了的話 我覺得他就是 我覺得他有少少這件事 或者這樣說 我記得有萬聯提過 其實不是他想扭的 是你沒有人走位 他焗扭 也有萬聯在這個角度 我覺得 所以 普巴你要繼續進步 尤其是說回小萬聯 明年來說 他真的要和多些隊友 去build up 到默契 變了很多時候 第一 他就未必需要做hold ball 或者第二 他一hold ball的時候 隊友就適當地 適時地走位 變了他又不用hold那麼久 就互衛互利更加好 是 我想說巴西 好 巴西 其實我想看那個球員 還未看到 因為始終都 這兩場未至於發揮到最厲害 是 一場就和了 一場就緊勝 臨給九十分鐘 才入三 入兩球 比你低 是 我們想看廢特 還是要一些時間 可能才多看 還有 又被 卡斯美路弄傷了 是否康復都未知 但我聽聞 巴西對我又真的不太熟 你先 聽聞說廢特 都是後備居多 就算不受傷 他在巴西其實都是長期打後備的 始終現在你看到 中國 中國 保連奴 其實踢得很好的 是 是啊 等我認真 中國保連奴真的踢得很好的 是啊 是啊 我的機動性是很大 其實 普巴要踢 踢得好 其實可以按照保連奴的方針 應該有機會 對 非常同意 是啊 你見到後場 你見到有防守 你見到他進攻 肯插上去那一刻 那你 我覺得普巴 你本身是個人能力 但是檢測那個保連奴 你應該 跟著他的踢法 可能比他還要逐敵 不過 我也補足了一句 始終他真的 要跟隊友的 鋼馬克建立得好些 會相得益彰 因為保連奴都是 其實保連奴身邊 你想想巴西那班隊友 其實本身個個都有防守一料 他們會比較容易 因為巴西球員很有趣 我講這隊巴西 我不是很熟 但是 從小看到大 巴西都是 他的球員 不是很需要整天一起踢球 但是他們自然 就好像很輕鬆地 就能夾到 這個就是巴西的特性 還有 有一件事 就是 頗值得留意 就是 巴西上場 對著哥斯達蘭 現在下款場 換了個右翼出來 那個右翼 馬雷真要找球 那個是什麼 是不是 拜仁那個 Douglas Costa 好像打拜仁 沒有轉動 沒有記錯 有速度 那個很好 那個挺好 如果我沒有記錯 踢拜仁的話 你就不用指意 不用想 都是 如果拜仁放得出去 那些都差不多 玩茶 我們都試過幾次 除非我記錯 我不是100%肯定 不過我記得就是踢拜仁的 還有 今年 好 不如講一下其他 講一下拜仁的方面 好 馬雷和拜仁的方面 好 有幾個都值得去考慮一下 幾個朋友 如果你說想買個後備殺手 回來 多值得留意俄羅斯的高佬前鋒 20號 22號 忘記了 那個很高的前鋒 那個真的值得留意 哦 OK 是啊 還有墨西哥的左翼 差那個 那個 現在踢著河甲的 聽聞就幾大球會 已經在留意中 八賽 八賽也在留意中 是啊 幾大球會 不止一間 所以 未必 未必 那麼容易 都是一個熱門的 轉會的target 再不是 如果想找一些後備的球員 回來試試考慮一下沙基里 是 沙基里 現在好像未下班 是嗎 好像 因為 他本身那隊 就降了班 市督成 是啊 還有 好像對方 市督成都說 整隊幫 的氣氛是很差的 簽錯了 球員回來 是 然後 幾人說沙基里 是其中一個搞事分子 哈哈 老實說 我不知道 現在當然 他和薩卡兩個 都有些手尾筋 入了球之後 做了些動作 未知會怎樣 是的 我的看法 阿薩基里 他的球底 真是好得不得了 但問題就是 是的 領隊要駕馭到他 否則 是野馬來的 是的 不過這個球員 可以值得考慮一下 如果 我想 他現在身高 都不算很高 因為始終 都有一定的年齡 但是 萬聯 萬聯 他會踢哪個位 如果真的來的話 他會踢哪個位 他可以 只踢過後備 兩邊 右邊進攻 他本身 他經常踢右邊進攻 多 如果沒有記錯 那就是萬聯 他不夠有邊用 是的 但他就 他就未必是 摩尼奴想要那隻 你覺不覺 摩尼奴 不是太喜歡這隻球員 他會比較難駕馭 那一句 是的 那 還有 可以值得去 去看看 非洲兵 塞內加爾 那幾隻站 真的挺厲害 我個人認為 是的 但我們青年軍 都有一個 來日利亞的小將 都挺好的 Kahindy 阿V經常說他的 不過那個時候 年輕一點 未成熟 萬聯 其實很多 他的清分 都很好的 不過始終 始終都很難上位 暫時 是啊 因為始終 始終 摩尼奴 不太喜歡用一些 青年軍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講長遠一點的話 有一個機遇 就是說 如果今年的轉會 真的 找到一些摩尼奴 適用 亦都適用 的球員回來 那今年的成績 穩陣些 可能摩尼奴 可能摩尼奴 都會買到 時間的時候 都會有些機會 如果今年 都不是這麼理想 那就真的 了 變數就相當 相當之大 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呢 因為今年如果 萬聯 真的太差 摩尼奴 隨時自己 又自己說再見 是啊 所以 相反 我都希望 今年如果比較上 好老實說 錦標的東西 有時都未必 100%得到的 對不對 但起碼踢出來 是令到 各位球迷 或者萬迷 看得 嘩 這對才像我們想看的 萬聯 這件事 如果做到的話 摩尼奴 可能會買到多些時間 去再執行 或者是 看看可不可以 找到一兩個 年輕人上來 但是 始終沒有辦法 萬聯是大球會 始終都是成績先 就是很老實說 就算不是摩尼奴 他都有 就是任何領隊 都會有這個壓力 這個沒辦法 因為始終是一隊 大球會 還有 是有錢 那你在球會的立場 是用買人的方式 比去賠了一個新人出來 我就 就是我明白 這個再相言相 但是我個人 就真的 你都知道的 我支持八聯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八聯 未必完全是靠這件事 就是兩條隊走路 我就覺得 不過當然實際上 就是難些 當然理論上 有好的球員 讓你買到 就簡單些了 這個我都明白的 實際上來說 不過這些都是 過完個世界盆才想 是 因為始終 現在球會 現在都沒有人跟你談 誰有空跟你談 說真的 現在球會本身 內部都有少少少問題出現了 要看看世界盆之後 要看看世界盆之後 因為馬斯亞 那個 搞得很貴 搞得很貴 其實真的 六月尾 爆炸頭 就完約了 都沒有消息 還有幾天 都不知道怎樣 好老實 有趣的 他又沒有轉身球會 又沒有簽了約 但是他又不肯 暫時 都未肯 他承傳 阿仙奴 利物浦 我又覺得 機會承數又不太大 都沒有聲氣 說真的 歐洲 所有的球會 很多大球會 都傳過 PSG 巴塞 沒有傳過 不過只有傳字 AC米娜都傳過 不過那邊AC米娜好像 好像出了事 他說 那個就 真是不知道 我知道你說什麼 就是間不中又會出的 那些news 說他那個收支平衡 那些 菜正上的東西 是 是 間不中就出一下 那球會有時候會澄清一下 我都 有時都不時跟 因為實際出了太多次 這些問題 不過又看著頭 我覺得 廢難來 多難走 走到出去看播 是啊 所以很難說 因為如果要走的話 我就覺得 你份約 一早知道自己都簽不到 你都要走 對不對 其實現在我想 就是 趕遠一點 我覺得 他跟馬鈴 在咬人工的問題 還有那個年份的問題 是啊 說真的 所以剛剛 之前沒有什麼機會說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如果突然說 原來 後來 過了六月三十日之後 都是續約了 我完全不會驚奇的 說真的 因為根本上 那些傳聞來的 國際馬斯亞 又是 好像 廢了錢 那個情況 又是最後 馬斯亞 還沒有約滿 更加 還可以放涼 還有 馬斯亞的情況 可能會這樣 如果真是 摩連奴 看看他明年想怎麼踢 是不是馬斯亞的參與 可以高一點 這個就看看 大家怎麼談 你真的要 是啊 那 拭目以待 多謝 拍大巴 找我 千萬不要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 多謝你跟我們 講一下世界杯 我們始終都是萬維 走不掉的 講講一下 又講回萬聯了 就是 講一句給大家聽 我 其實 完了 這次錄金 我 可能要 遲多一陣子 因為我會 帶來俄羅斯的消息 給大家 啊 OK 原來是這樣的 你自己說的 答應了 先了 是不是 我們的 俄羅斯的 什麼叫 萬維 去俄羅斯世界杯 第二擊來的 你是 是啊 是啊 不過就要遲一點 時機成熟的時候 就會被我們 帶來俄羅斯那邊的消息 是嗎 始終我 我 我還有一些 不方便說 因為不好意思 明白的 明白的 是啊 因為其實 可能 有些人知道 我是 是 做什麼 不過我 又不方便說 行了 不需要說話就不要說 總之 都是說一句 你覺得時機成熟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做 你找到我 我們就帶給一些 很過癮的資訊 給各位萬維 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 是啊 可以說給大家聽 都挺豐富的 好 好 好 期待 我們一於期待 多謝 今次 Marco 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去到現在這一刻 剛剛 其實所有的小組 打了兩場球 的情況 是怎樣 以及 都說了少少少 英格蘭的 蔡宥萍 這樣 多謝你 先 期待 下次 下次 再 你約我的時候 我就 很多事情問你 最好 多些 影像 如果下次你有的話 開心點 好嗎 好啊 好 好 好 還是說一句 我跟英國政府很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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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 我們再說一句 希望英格蘭 今次世界杯 走得遠一點 好嗎 是啊 我個人認為 頭四名 嘩 我還以為 你打算捧杯 哈哈 我又不敢這樣 但是 又不敢這樣 我最不喜歡 那個詞語 審慎樂觀 哈哈 好 多謝你 Marco 記住 還有 遲些再約你 說多一點 俄羅斯的實況 好啊 好啊 拜拜 拜拜